在这几年来 各国猪肉的价格持续上涨 而进口的美国猪肉确实比较便宜的 美国猪肉到底是如何制作的 为什么会如此便宜 价格便宜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成本低 打个比方 美国的人口约为3.3亿亿人 中国约有14亿人 而美国的国土面积为937万平方公里 拥有相当大的国土面积 却只有中国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口 这时的美国有足够多的土地去养猪 并且土地价格还低廉 美国的工业养猪场里 有着自动给生猪喂食、清扫和消毒的设备 在全自动设施的帮助下 养猪场并且不需要雇用大量人手来打理猪圈 还能大大降低发生猪蚊的可能 首先要阐明一点 猪牛羊鸡等我们常吃的肉 在屠宰的过程中都是要放血的 无论是纯手工宰杀 还是极限化宰杀 都要放血 不放血的话 生出时候 血水进入肉里 加块肉的腐烂速度 不便保存 解冻后 虽然看起来新鲜 但会有一股血腥味 因此 煮汤后还会凝固成残杂 那么美国人到底是怎么杀猪的呢 美国可以做到 从屠宰到分离猪肉 各个部分一条 整个过程星云流水 非常高效 电击 首先 将可以出篮的猪 挑选出来 让猪有次序的排着队 进入电击操作节 电击设备将猪固定 电击的过程只需要三秒 但只是将猪电云并没有电死 电云后的猪 四肢还在抖动 猪被电云后 就同一道挂在传送袋上 然后由人工操作放血 放血的过程快很准 一般都是一大碗吃 等到清洗干净以后 高温烧掉猪毛 切割猪肉 以及解剖的各个部位 也就变得更加流畅 工人确定血放完后 猪就随传送袋送入高温水池 烫过后送入高压清洗间 猪从里面出来以后 个个都是白白嫩嫩的 猪接下来会进入一个高压火焰燃烧间 高温烧掉猪毛 然后再用打磨机 将猪皮表面抹光 猪头是最先被分解的 设备差一点的屠宰场 会通过人工将猪肚铺开 取出内脏 设备先进的屠宰场 从开膛破肚到清除内脏 都是全自动机械化操作 内脏会进入另一个操作间 游人工隔去 需要的部分 比如猪肝和猪心 猪走到这个流程 就只剩肉和骨头了 全自动的机器 就可以开始分解猪体 首先将脊背分开 漏出脊髓 然后分离猪头和猪肾 再从猪肚子部分 将猪的躯体完全展开 分成两半 游人工骨头和猪肚铺 之后猪肾就会被分成左右两个部分 分布进入不同的操作带 每一个部分的机械 负责切割一个部位 从猪蹄 猪后腿 猪排骨 各个部位 都有专门的一台机械 完成切割 工人只需要将需要切割的部位 摆放到正确的位置上 机器就能精准操作 这种机器 遗害到什么程度呢? 猪排骨 猪皮上 几乎不会留下多余的肉 有水线的每个切割点 只需要留有一到两名摆放工人 每个部位的肉 进入包装间后 都会由全自动检测系统 进行检测 看这块肉肥瘦是否均匀 是否符合出厂标准 检测完毕的肉类 会直接被送到不同的集装桶里 游人工同意包装后 速冻起来 等待运送 入腥味 既然放了血 为什么还会有腥味呢? 自动化屠宰 一般都追求速度 主身到过方血时 虽然能够放掉大部分的血液 但做不到把所有血都放干净 残留的血液会进入肉中 而血液的主要成分 血红蛋白中 含有二层的铁离子 铁离子会散发出 接近铁锈味的血腥味 然而 血不放干净的话 猪肉不好保存 但美国的猪肉分装好 就会速冻起来保存 潮湿当天 美卖完的肉也会尽快处理 所以 血有没有放干净 并不影响猪肉的保存市场 不过 有一点也很重要 美国人本身就不太爱吃猪肉 所以他们对猪肉的口感和味道 要求都不高 美国产的猪 大多都是出口到国外 只要出口时 过得了关 就没有太大问题 所以 他们也不会特意地改善这一点 美国生猪屠宰为何如此先进 美国屠宰场的这一波炒作 足以展现出 机析化对出木业带来的高效与便利 美国每周生猪屠宰量 仍达到近2900万头 那么 美国的生猪屠宰 为什么能够发展得如此先进呢 其实 都是因为自动化起步着 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 就开始推进羊猪规模化 小心养殖场 逐渐退出市场 取而代之的 是大型和超大型的规模养殖场 这些养殖场 不但涌入了大量资金投入 也招募了很多养殖业的专业人才 从两个方面下手 一是生猪重量 体型标准化 二是屠宰自动化 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 经过多年的努力 美国出栏的生猪 基本能够达到体重 体型 肥瘦比 十方分布情况 所差无几 为自动化屠宰 打下了基础 不仅是屠宰自动化 美国施木业的各个环节 几乎都实现了自动化 养猪除了绝育 配种 节省 这些精细活 思维 清洁 消毒 控温 通风 都可以通过操纵设备 来实现自动化 节省了大量的人工成本 不但如此 支持养猪行动 蓬勃发展 不开土地成本低 和鲜料成本低 这两个前提 在发展规模化养殖之前 美国的农业已经得到了全面机械化升级 从播种到收割 都是有人工操纵 大型机械完成的 美国的土地不像中国 中国只有使用权 只能转让或租赁 但美国一般的农户 都是土地所有者 以会拥有的耕地面积 可高达3000亩左右 农场租之间 可以将自己的土地进行自由买卖 而且价格很低 有的农场族 不但拥有自己的大型养殖场 还有自己的耕地 可以做到 自产自销 成本更加低廉 美国可以说 是世界上领先的养猪专业户 美国一个人 可以养猪2800头左右 而且不只是猪 鸡 鸭 牛 养等行业 也做到了自动化养殖 自动化宅杀 所以我们经常听说 美国超市里的肉类 很便宜 最便宜的部位 美金只要2至4美元 其实很多国家 目前也有这种 微模的生猪屠宰场 但大部分地区 还是采用 能够屠宰 费时费力 而且中国 台湾 马来西亚 猪肉小豪达 每年猪肉都供不应求 所以必须要进口 如果我们有一天 也普及这样的自动化养殖模式 再放写这个步骤 能够得到改良的话 也不用再吃冰冻锅的新猪肉了